由于分第二个挑战少及时多来了 奖励很丰厚 继续给大家出个非常简单的三星教程 首先第一步选择骷髅法术 下在右边这个天鹰火炮的角落处 大概就是三点轮方向 让小骷髅拆掉这个天鹰火炮 然后第二步选择蝙蝠法术 下在左边这个天鹰火炮的地方 同时再给小蝙蝠们一发镜像法术 这样就能很稳妥的打掉左右两个天鹰火炮 免去后续对我们大部队的威胁 第三步 拿几个炸弹人打开大北营这里的城墙 然后下弓箭女皇后面跟上天使 让我们的天女进去打掉大北营 以及周围这两个天鹰火炮 大北营被出发时 可以再给天女一发狂暴 让她尽快解决到这片区域 同时因为正值中秋节 游戏中还出了很多关于中秋节的活动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奖励还不错 那么等到我们的弓箭女皇 打掉最后一个天鹰火炮后 我们就可以下大部队了 先下一些血量比较高的单位 像这个石头人 熔岩猎拳 以及蛮王 然后后面跟上大守护者 飞轮战神 以及其他兵种 一股脑下完就行 下完我们的大部队后 直接再给上一发狂暴 迅速打掉里面这一片地狱之塔 千万不要吝啬法术 因为我们手上非常多 随便乱丢就行 看哪里部队比较多 就直接给上狂暴 哪里输出比较强 直接用冰冻冻住 其他的法术就随便乱丢 按照这个步骤来 很轻松的就能三星 这次挑战呢 也是本月的第二个挑战 后面应该还有四五个 大家可以点点关注 每次挑战出来后 我会立即更新教学视频 同时这两天正好是中秋节 在这里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是从前世大神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